民進黨二零二四接班梯隊 任門人選很多 被點名 包括賴清德 鄭文燦 不過賴清德出席了桃園客家活動 和鄭文燦同框出席 兩人過程零互動 鄭文燦還在臺上致詞 重複三次說 謝謝 總統蔡英文指派賴清德出席 鄭文燦被問到兩人碰面 會不會尷尬 鄭文燦四兩撥千斤 避開政治口水 認為二零二四選舉還太早 目前注重市政為主 副總統賴清德一下車 就和桃園市長鄭文燦 來個著急打招呼 疫情關係不握手 來表達之意 謝謝蔡總統 這個特別指派賴清德副總統 來參與我們的這個桃園市 二零二零客家移民記 鄭文燦連講三次 謝謝蔡總統指派賴清德出席 二零二零桃園客家活動加持 賴副總統也秀了一口客家話 替自己 增加好感度 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 不過活動過程 兩人沒有太多互動 是不是因為二零二四 這件事產生疙瘩心結 我要請大家來參加這個客家移民記 那我說這個桃園是客家的第一樁 那我們在客家文化的振興 客家的亮點建設 做得非常多 兩人同關活動 就連現場為之安排 似乎也刻意不坐在一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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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